路透社報導 美國運輸部表示 近期美國航空、達美航空 和聯合航空的航班 被中共政府 以乘客中有確診病例為由取消 美國政府對此作出回應 25日宣布暫停中國航空公司的航班 這項決定 令中國國際航空、中國南方航空、 中國東方航空 和廈門航空9月5日 至28日的部分航班暫停 中共的極端防疫措施 正在促使中國大陸與世界隔絕 各國和大陸航空業務都受到影響 也使很多中外乘客深受其害 早在2021年12月22日晚 美國達美航空 一架從西雅圖飛往上海的航班 中途突然接返 空城人員通知說 由於中共政府突然改變入境政策 機上所有人家健康碼失效 飛機必須返航 這架航班搭載了很多中國留學生 他們為了回國 已經退掉了租住的公寓 航班返航 令這些滯留美國的中國乘客 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